中美之間的角力賽 越來越劇烈了 在這個時候 誰能夠從中獲利 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好處 我們看到現在目前的 這個時候的角力賽當中 台積電獲利了 台積電不只到美國去設債 現在甚至連Intel 都希望台積電能夠代工 李康 今天的台股 它一度超越了歷史新高 大家看這裡頭最大的貢獻 被人家稱為護台神山的 就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漲停 這個漲停也讓大家發現 不只是護台而已 很多人還護美 因為包括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 還有費城半導體指數 也都在這個疫情 還這麼混亂的時候 三大指數都創新高了 我們曉得全世界以前 都認為Intel它就是半導體業 晶片設計於製造的龍頭 Intel它突然在法說會上面 講出了這樣的重磅的新聞 他說他們7奈米的製程 存在著重大的瑕疵 他不排除以後 他晶片的代工部分 可能會交出去 委外來代工 他此話一出 結果馬上 現在也就反映在台積電的 骨架上了 為什麼 我們曉得過去 你剛剛從我們念書的時代 我們的個人的電腦 我們想到的都是 Intel INSIDE Intel CPU 對 你就知道這50年來 Intel它主宰了整個半導體業 甚至讓美國主宰了半導體業 這樣的一個時代 現在可能隨著它這場法說會 它所說的這些內容 全部這個時代告終了 而且據說 在這個法說會的前一天 當時Intel的執行長 他叫Swan Swan他花了一個多小時 他說接下來我可能要告訴大家 可能是對高層跟股東 顛覆大家一個傳統的想法 就是以後我們Intel的這個晶片 代工可能要交出去了 龍頭位置你放棄了 給誰 當然就是台積電 其實當初台積電 一開始在20年前 也就是我們講的 早年我們念書那個時代 它其實根本在 只是成長階段而已 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 都曾經說過 業界有一個700磅的巨獸大猩猩 他指的是誰 他指的就是Intel 他還說 他常常掛在嘴邊的叫Murth Law 所謂Murth Law指的就是 電機 機體電路裡面的電晶體數量 每兩年就隨著我們的技術進步 要翻倍 但後來隨著技術進步 這個每兩年變成了 每18個月 一年半就翻倍了 時間縮短了 對 我來講這個過程 台積電是怎麼樣能夠超一 然後趕三星的 首先我們來說 當時Intel 它的資本支出 大概都是50億美金 而三星也有30億美金 我講的這個大概是在2012年的年代 當時的台積電 它的資本支出只有13億美金 不過後來張忠謀心裡想 沒關係 我們砸大錢來投資 來加強我們的製程 所以到了2014年 它砸100億美金 相當於3000億台幣 這個資本支出 看起來已經跟Intel 還有三星平起平坐了 那技術呢 其實到了2015的時候 我們台積電的技術 其實在前有三星16奈米 後有Intel10奈米的夾殺之中 還在夾縫中求生存 可是當時 張忠謀他非常有自信的說 各位 到了201617 我們可能就可以重返龍頭寶座 真的還假的 大家看看現在 是真的還假的 本來一切大家都以為 美國反華為 所以可能會傷了台積電 爽了三星 結果現在剛好相反 現在是反而三星受傷 台積電是強上加強 為什麼 技術就是本質 本質技術好 你看看人家搶著藥 我們來看一下 蘋果 華為 高通 聯發科 超微就剛剛我們講的AMD 昔日這些有些是競爭對手的 現在反過來要求你 你要幫我代工 不要以為代工的毛利很低 人家他們的毛利是50%以上 這麼高的毛利 所以最後我想跟大家講 你怎麼想得到 台積電今天的股價反映了台積電 這整個20年來 它整個我們台灣人就要有一點 昔日的競爭對手 想不到吧 現在反過來要來拜託台積電代工呢 我們看到在科技戰上面 現在這個時候 台積電占了絕對的優勢 而這優勢相較之下 看起來三星想要超越 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可是我們在看到 兩個大國之間的角力戰 台積電可以從中獲得利益 可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外交戰當中 我們看到禮拜六的時候 休斯頓的中國大陸的總領事館 關閉了 而在今天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 美國在成都的總領事館 也關閉了 兩個之間的這樣的一個外交戰 越驅火熱之時 會不會搞到最後 真正的戰火在後面燒起來呢 是 中美之間的對抗 現在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叫做關管大賽 結果它關掉的時候 央視野配合演出 直接在那個兩天 三天前 就直接在那邊擺現場直播 每天直播給大家看 對 我就直播看 成都領事館的最後末日 然後到了27號早上10點 住成都領事館閉館 10點08分 工作人員就直接進去 你看 把它這個 先用布 標誌 把它的回章蓋起來了 對 表示這個地方 被中國大陸接收了 我們都知道 之前休斯頓領事館 在閉館之前曾經 冒大煙 絲大火 有人說是不是傳出火警 還怎麼樣 有人認為說 他們是不是在焚燒一些機密文件 那就冒出了一個很大的煙霧 其實中國大陸當時 也有很多人預言說 你成都領事館也不要講我們 你們到時候也要來同樣的一招 結果成都領事館 有沒有被拍到 這個燒文件的這樣場面 好像沒有 可是它垃圾袋超級多 你看這個垃圾袋一大堆 據說至少四十幾袋 怎麼這麼多垃圾袋 非常大爆垃圾袋 那裡頭應該也都是文件 為什麼 因為其中有掉出來的一部分 那裡頭看起來都是經過碎紙機 切得非常非常碎 這樣碎片 你沒辦法再去拼湊起來 是 但是據說伊朗曾經有拼湊 曾經拼湊回來過的例子 所以這個恐怕 這個應該是比較四等級的文件 真正重要的文件 恐怕用碎紙機 還是有點不太安全 那相較於成都領事館 看整個過程 雖然說有一些網民也在叫囂 可是大致上真的還滿平和 你看有一些民眾 在他那個領事館前面抗議 他們就說叫個一兩聲就算了 不要再叫太多聲 都把他擋住了 美國對休斯頓領事館 就不是這麼客氣了 你看當時他們一走之後 馬上立刻進來要強拆這個後門 而且你看是從後門闖進去 是 他到後來直接用電動機具 直接要把它鋸開 好像一路非常不客氣 顯然這看起來就是 雙方完全沒有交接的一個過程 美國叫強行屠入 美國擺出這種態勢 其實現場很多記者問他們去說 你們到底是哪一些單位 他們也不願意講 他們不講 可是我看他們都穿著便服 是 後來有人發覺 他們是國安局的外交安全部門 這樣的一個人 其中有人穿著制服 然後就由他們的介護之下 直接進去 那當然這也是一種態勢的表現 就是我現在美國人 已經對你們中間不假辭射了 這種情況會持續演變下去嗎 當然還要觀察 可是我們知道 美國現在動作真的越來越大 最近美國很含有的 在全美超過25個城市 同時行動 什麼行動呢 FBI清查解放軍簽證者 他們說他們去清查之後 發現了很多人故意隱瞞 他們有解放軍的身分 然後偷偷潛入美國 做一些什麼學處交流 這些訪問 那實際的目的 可能就要竊取美國的機密 那當然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得而知 可是這已經是40年來 中美軍到40年來 最大的一次 所謂外交和一個搜索間諜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上個禮拜 也有一個很有名人叫唐娟 這個唐娟 他被懷疑是解放軍海軍軍醫大學的 那個分子醫學的研究員 然後他好像也隱瞞了 自己的解放軍的身分 然後到美國做交流訪問 結果他就被美國人 識破了他的身分 然後一度傳說 他躲進了舊金山領事館 後來美國這邊有消息傳出來說 他已經被捕了 可是到底怎麼被捕 是舊金山領事館主動交人 還是他自己跑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 可是最近有發現一個 很奇怪的事情 在美國至少六個州 同時都有人接到 上面寫的是珠寶的這樣的包裹 就是打開來裡頭是植物 怎麼會有人自己植物給他們 這很奇怪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華盛頓農業部就趕快提醒 大家要小心 這可能是中國大陸的植物戰 他可能故意把這些 有病蟲害的植物 或是其他的這些植物運進來 想要影響美國的植物 甚至可能會傳染到牲畜身上 很危險 但是美國人自己 他們很多人講說 其實這應該比較像是刷屏詐騙 也就是我假裝 我真的寄一個東西到美國 然後我就幫他弄一個假評論 在網路上就可以 累積我的reputation 累積我的信譽 他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講到植物戰 我說真的 全世界誰打得贏美國 美國的植物戰是最厲害的 大家不要忘記孟山都 孟山都非常非常厲害 比如說年年春 Round up 就是孟山都 享譽世界的這樣的一個除草祭 然後他們在種子的 這個基因改造工程方面 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到現在美國 不僅自己90%的市占率 都是孟山都 甚至全世界 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講得比較不客氣一點 他整個農業的命脈 就操縱在孟山都手上 沒有孟山都的種子 你根本什麼東西也種不出來 所以美國如果還怕人家 持物戰的話 大概只有外星人 大概才能跟美國相抗衡吧 大陸應該差得很遠 可是最近我們發現一個 很奇特的現象 兩年前蓬佩奧剛上任的時候 他稱呼習近平叫presidency 就是習主席 可是最近他突然改口了 他改口叫他總書記 而且不只他改口 他連叫十五次都叫總書記 連FBI的局長 司法部長 然後白宮國安顧問 全部都改口叫他總書記 那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主席是國家的領導人 可是總書記是黨的領導人 不一樣 所以他就刻意就表示 第一個你中國共產黨 是一黨領政 第二個就是 現在你統治國家的正當性 在我美國看來 可能是有問題的 所以要故意貶低你習近平嗎 那這是另外一場外交戰爭嗎 恐怕現在大家已經進入了 一個名稱大作戰 中美之間的外交角力賽 現在是越驅劇烈支持 可是剛剛我們提到說 現在這個時候得利的 可就是台積電 但說到台積電 你可以注意 這個許多國外的一些法人 都認為說台積電的股價 還會在網上衝 明快 在兩個禮拜前 那時候你說 大家都看是500到600 你卻說是千里之外 現在看起來 還是那千里之外嗎 報五年 立剛兩個禮拜前是7月13號 當天台積電的股價 在350塊 那個時候外資看到台積電 看到最高看500塊 我說如果你願意報五年 問了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是周杰倫 唱的千里之外 那為什麼 這次Intel他倒下去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所謂的時代的一個轉變 過去的晶片用的是什麼 叫做PC晶片 剛宗伯說了 過去我們讀書的時代 但是各位 過去我們讀書的時代 那是30年前了 現在的晶片是什麼晶片 現在的晶片叫做 之前有談過 你摸摸你的指甲 這麼大裡面 500層的一個晶片 500層的晶片當中 現在走的叫做手機的晶片 現在走的叫做伺服器的晶片 但是這是現在的產品 未來的產品是什麼 未來的產品叫做5G晶片 未來的產品叫做自駕晶片 未來的產品叫做5G的過程當中 當所有的手機面板往上提升 通通走到4K 你覺得要不要更新 要 那更新的過程當中 全世界大家都會設計 都沒有人能夠製造 那更新能夠看誰 當然就是只能夠看 台積電的臉色 所以今天台積電漲停板 424.5元作收 我要跟各位談 第一個重點是 再來很多的外資報告 要開始調他的目標價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目標價已經被打穿了 過去不管你說350 360 370 380的 通通被打穿 打穿之後要重新來做更改 當然 台積電這一波 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大家最在意的是 你有沒有賺到 我有沒有賺到 好家在市 很多人這一波台積電都賺到了 代表我們過去一直苦口婆心說 不要再去買那些 雞蛋水餃股的 不要再去買那些 所謂的沒有競爭力的股票了 今年單單台積電的小股東 增加了10萬5000人 不少人 對 目前台積電最新的股東人數 有46萬人 但是台積電來到這個地方 畢竟還是護國神山 告訴我們什麼 台積電目前超過9成的股本 都在1000張以上的 投資法人的一個手上 當然我們去算一算 平均一個人大概只有5張多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也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但是有很多人不開心 誰不開心 為什麼 今天台積電 總共讓大盤漲了多少 漲了328點 可是今天的大盤只有漲多少 台積電今天讓大盤漲了328點 可是各位 今天大盤漲多少 今天大盤只有漲200多點 我們如果扣掉台積電 比較簡單的說 今天如果沒有台積電的上漲 大盤是跌44點的 要靠著台積電才把它撐起來的 所以前兩個禮拜 我有說過一個數字 我有說過一個新的話語 我們就說 漲了一家 輸了大家 台積電漲上來了 大家都輸了 但是來到這地方 台灣有錢人已經開始 必備三樣神器 三樣神器 第一個叫做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的一個 整個股本來到了11兆 第二個叫做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正式超越紅海 來到了整個所謂的 台灣股市二哥 股本大概1.1兆 再來是超過1兆的一個紅海 但是來到這地方 我們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台灣的股民是驕傲的 為什麼是驕傲的 第一個全世界金融代工 最強 最厲害的是誰 叫做台積電 目前在我們台灣 目前全世界 在整個手機晶片當中 排名二哥的叫聯發科 在我們台灣 目前來到這個地方 全世界我們不敢說市值最大 但是產值最大 而且未來還要進入電動車領域的 這個叫做紅海 我們台灣是真正的科技大國 科技大國的過程當中 現在最大的一個重點是 下一個世代要怎麼看 下一個世代怎麼看 我們說 有錢這麼大聲 技術第一 說話才敢大聲 目前台積電要去拚 雙活門的解套 什麼叫雙活門 對 第一個 現在因為封了華為 華為就說 我不能夠自己做 我就只能夠買 買跟誰買呢 跟聯發科買跟高通買這個第一招 目前台積電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請半導體協會 我們去把所謂的手機晶片 制度把它標準化 不要再抵制華為了 這是第一個 但是其實台積電說 目前華為單不給 小事一件 Intel現在單單繪圖晶片 下給台積電18萬片 這麼多 單單繪圖晶片 如果今天Intel這個老大哥說 台積電 我跟你說 哥哥我做不出來 弟弟你幫我做好不好 各位去想想看 這個訂單是多麼的巨大 巨大到台積電 在美國ADR漲得9.96% 台灣公道漲停板 然後包括納斯達克的市場 通通往上噴 但是從這個地方請各位注意 從台積電 中芯 Intel我們可以看到 美中台當中的一個霸權之爭 目前Intel已經說了 我7奈米過去卡了18個月 未來還要再卡6個月 所以我可能會成為一家 IC設計公司 我要把代工單丟出去 那代工單丟出去能夠給誰 很多人說可以給三星嗎 三星的產能就2萬片 高通全部曝光了 三星根本沒有產能 中芯他說 美國今天一直在克制著我 我們連光刻機我們都買不到 我們現在要花60億到70億美金 自己來發展光刻機 但是請大家注意 很多事情你不是說你砸錢 就做得到的 特別是技術性的東西 技術性領域的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需要日積月累 最後就來談論到我們的台積電了 這一波當然很多人有台積電 恭喜你們 很多人沒有 他還在想說再來要怎麼買 請各位注意 台積電量力而為 如果你的資金很多 你當然隨時買都可以 如果說你做長線的話 你說我要買台積電也行 人家外資說看500 我們都跟各位說 你五年後 你看的是周杰倫的千里之外 但是如果你做短線 就不要再做追高 因為很多投資人 自己的內心紀律不好 但是然後這地方 台積電完勝中芯 台積電完勝Intel 我們台灣的科技業 真的靠著台積電 成為我們最大最大的力氣 看到現在這時候的台積電 我們也看到了未來 整個的發展來說 台積電當然對於整個科技業來說 現在未來可是占著一個 非常大的舉足輕重的角色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美國 跟中國大陸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外交戰 打到現在這個時候 你注意到 許多的美國人 開始收到一些種子了 收到種子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有些人就說 這是中國大陸的一種生化戰嗎 但有華客 看起來現在這個角力賽當中 背後很多事情 還真的有些玄機 各位去看看這些種子 我可以告訴各位 只要在美國記種子 你每一個幾乎都有所謂的二維碼 美國是對種子是有管制的國家 這句話講得非常清楚了吧 就是說你要記種子的話 就跟從911事變以後 你只要記相關類似的東西 他們都要 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叫QR Code這種東西 為什麼 他為什麼他要管制 第一個是不是毒品 第二個是不是生化武器 他怕你是生化武器 所以我要管制這些東西 對 所以他都要求有QR Code 或者二維碼 或者用其他方式 用條碼刷 他一定他要經過檢查 好 那你說收到這些種子 那請問這些種子 是散佈到各個地方 還是幾個州 收到的小樣的樣本 那從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有人在蓄域製造一些 所謂的生化戰爭 種子生化戰爭 各位不要小看種子生化戰爭 我們現在講 就是說美國在進行越戰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落葉季 黃雨等這些 全部讓越南寸草不生 況且土地 影響幾十年時間 土地將近三十年不能使用 所以你要搞這種生化戰爭 你哪一個搞得過美國 還有第二個 我們其他不要講 我們就看伊拉克 伊拉克有一些重要的設施 像糧倉 像骨倉 美國大量的使用平釉彈 平釉彈打了下去以後 這些骨倉 糧倉 通通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又有一種放射物質 從這些我們看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 中國大陸寄的這些東西 美國老早他就動手了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美國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動用 種子戰的國家 其他國家還不見得 會發動這個東西 各位去看看孟三都的例子 除了孟三都還有其他很多的例子 我們就可以說明 這一次美國他是吃了襯托鐵了心 反正我只要扣上跟中國兩個字 那有關係的話 我就可以大家踏伐 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回過頭來 你再看一件事情 美國最近又在做些什麼 美國準備對佛奇動手 說新冠病毒是佛奇創造 佛奇又把它引到武漢實驗室 由中國在那邊發展 這些都荒唐的事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佛奇反對川普 因為他希望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他也告訴川普 他說為了疫情 你不能過早的讓經濟發熱 或者大部分的人群聚會等等那些 因為他都跟川普唱反調 反到最後 那川普就只好發動保守媒體 對他進行批判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一看生化戰爭 種子戰爭 還有佛奇世界的相繼出來 他主要是要對付中國大陸 最近美國又運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對付中國大陸 就好比說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不是在教育的嗎 事實上美國指控孔子學院 是一個特務機構 美國很多文章通通這樣講 但是我可以說 孔子學院它是教授 以教授中國文化或者中文為主 當然它如果真涉及到特務的話 那從瑞典的例子 從德國的例子 法國的例子 美國的例子 它有初級漢語 中級漢語 高級漢語等等 它經過排比以後 它要把你送到中國大陸去 去授訓 所謂的授訓 就是外國人士到中國大陸去讀書 好 OK 他們就認為說 你把它設定了幾個分類的標準 主要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培植他們成為特務 然後再滲透到自己的國家去 但是孔子學院是不是特務機構 我想美國那邊應該是有證據 但是只要它證據 它不提出來 那你胡亂指控別人 說是特務要發動種子戰爭 生化戰爭等這一些 我想都是無底放肆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的台灣 現在疫情的狀況 對我們台灣來說 還算是一個舒緩的狀況 那振興呢 目前看起來這個暑假振興的效果 看似好像有達到 因為振興就整個發放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數位化的部分來說 好像成效並不髒 司律剛 馬英九當年發多少錢 三千六 對 我們這一次 三千 還要付 自己付一千 我們自己要付一千 我們實際上要付一千 司律剛政府發兩千 然後當時的消費券 正經消費券是全民發放 這一次沒有 這一次是有的是領數位的 有的領實體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一次的三倍券 應該印的數量比較少對不對 對啊 那應該比較便宜 對啊 錯 為什麼反而變貴了 我跟你講洪夢凱 他就研究了他這整個結構 你看 印刷費6億7千萬 然後分裝廠人力加設備租借費 8千萬 然後超商有局配送加物流加保管 3.17億 然後系統開發加手續費加保險 10.6億 然後行政加廣宣1.29億 總共22.56億元 保險比馬英九 當年全民發放的消費券 還多了2.9億 你印的錢沒有人家多 你吸收量也沒人家多 怎麼反而成本變高 這不是很奇怪 你印的比較少 結果反而比較貴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你看 系統開發加手續加保險 10.6億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部分花那麼多錢 系統開發跟手續費有什麼相關 他們為什麼應該要列在同一個科目 保險費跟手續費有什麼相關 也沒有相關 這三個完全不相關 所以公公安就質疑 你三個不同項目混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來 你預算變烈的狀況 你只用一行文字太過 都被太誇張 你們到底怎麼計算出來 為什麼要去花這些錢 這三個不同科目的東西 為什麼要放在一起 這不是很怪嗎 對 經濟部也講話了 我們其實很省 你知道 他說你看我剛剛講這邊 行政家廣宣1.29億對不對 他說你們不要誤會太多 我們陳廣宣只花2 3千萬 跟馬英九實在差不多 因為當時馬英九 消費券都花2千8百萬 然後另外是辦說明會場地 出差交通費 同仁開工 工作會議到半夜 難道不用訂個便當嗎 你們這樣也要可扣嗎 訂便當沒有人反對 你訂什麼便當要訂到1億 這不少錢 更不少人吃 你到底就動員了幾萬個員工 來做這件事情 要吃到1億塊的便當 會不會太嚇人 然後過去 他們一直要強調什麼 他要強調說 我們比馬英九實在便宜 又省 省很多 你看自由時報 7月3號的報導還說 你看三倍券成本一張才8塊3 低於消費券拿9塊4 消費券比較貴 所以我們這次省多了 可是為什麼現在反而比較貴 大家注意到這是7月3號 7月3號當時還沒有追加印刷 對 這次現在還追加了 理論上來講 摸過印刷都知道 你印的越多 是不是單價應該越便宜 那怎麼越來越貴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你沒有追加之前比他便宜 結果追加之後反而比他貴 對 這不是很怪的一件事嗎 讓我們搞不懂 那政府一開始就認為說 我這次一定比馬英九印的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半人 會去領數位券 這一半人會去領實體券 所以一定印的比較少 可是事實是 你知道如果你連綁定 信用卡都不算的話 那抱歉 實際上領數位的券 能不到一成 那比本來的預計目標 還要低很多 非常非常多 為什麼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第一個概念就不同 我們實體券是什麼 你等於是再買一個 有限定使用範圍的禮券 我花一千塊買了三千塊 你基本回來 可是數位券是什麼 數位券是我先花三千 然後你給我兩千點數回饋 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嗎 很多的優惠地方我根本 如果那個根本不是我要的東西 我不想要這個優惠 對 那有一些地方還限定店家使用 然後你加碼優惠一大堆 很多東西根本人家搞不太清楚 你那一大堆各種不同的規則 還要哪一個地點 或是哪一種產品才能夠用 你搞得無殺殺算了 我還是用實體券比較方便 然後你的系統穩定性 也很有問題 要嘛就是當機 要嘛沒當機就是半天刷不進去 然後要不然就是系統維護中 然後還有你插進去 什麼事情都沒有 真的就什麼事情都沒有 他也不理你 政府是有在推台灣Pay沒錯 但是台灣Pay 請問一下現在每一個店家都有嗎 不一定 我看大部分的店家都沒有 對啊 民眾用的人也不是那麼多 那你用一個這麼難用的東西 怎麼會有很多人 想要去用數位的呢 然後再加上資安的疑慮 為什麼 因為最近有很多詐騙的東西 都出來了 他假裝用三倍券的名義 實際上在掉你的個資 想辦法去竊取你的一些紀錄 那這些都讓人家覺得說 算了 算了 我還是用實體券比較好 我們來看看政府 過去怎麼跟我們說 6月1號的時候 政府信誓旦旦說三倍券 或一半人口使用 最費只要9億 是馬政府的一半 你看我們多省錢對不對 結果沒有 完全破功 到7月9號的時候 原規劃印1200萬份 然後進行第二波加印到1700萬份 產品出估12億 還是比馬政府更省錢 可是到7月26號就不一樣 7月26號現在已經到22億 比馬政府實在更花錢 他說你們不能怪我們 經過這麼多年 印刷用物料價格全部提高 人力成本也上網上許多 那你不能單純從數字上比較 因為我們的消費券 我們的三倍券更好用 更棒 所以大家不能夠這樣去質疑我們 前面在比的都是你 然後現在你比人家貴 你就不准我們質疑了 從7月15號的時候 三倍券的實體券 大家拿到手以後就開始使用了 兩個禮拜的時間過去了 但現在這個時候 三倍券真的能夠振興經濟嗎 目前三倍券 它的整個促進經濟部分的話 一定有 但重點是百分比是多少 例如說我們近期看到新聞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旅遊被救了起來了 旅遊這次被救了起來的過程當中 同時包括了三倍券 同時本島一千塊 外島一千塊的一個加碼 所以現在馬公 澎湖人 當地人買不到魚 買不到肉 他喝不到水 然後目前在整個 所謂的一個綠島 小琉球這一塊 人也都非常非常多 金門 馬祖也有很多人在玩 甚至於連現在郵輪都說了 過去我們郵輪 是從基隆出去往日本走 現在我們就在國內自己跳島 其實一句話就可以說明了 這句話叫做國勢瑣碎化 什麼叫國勢瑣碎化 其實其他國家 他們在發放 所謂的一個補助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有所謂的 功能性跟目的性 所以功能性跟目的性 要設定出來 我今天要救的是誰 我今天要救的是航空公司 我要針對航空公司來設定案子 我今天要救的叫做五星級飯店 我要針對五星級飯店來設定案子 我今天要救助的是一般民眾 所以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日本 很多國家 因為你的收入短收 我就直接發現金 直接發現金過來 可是我們這次在整個 不管是三倍券 董資券 農油券 客家券等等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發生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金額不大 手續很多 金額不大手續很多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個會讓領的人 跟整個未來要去消費的人 都產生困擾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這個叫做不收券 為什麼不收券 平通縣有一個夜市的攤判 他們就直接不收三倍券 為什麼不收三倍券 其實攤販心中苦 為什麼苦 他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 他怕收到假的 我如果收到假的 我不能夠兌現我要怎麼辦 第二個 還有早鈴的一個問題 很多攤販 特別是中南部很多的攤販 一個產品20塊 30塊 你拿200塊過去的過程當中 他會很難找 第三個是 其實很多我們在台北 我們都習慣 市場當中都有一個頭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 攤販管理委員會 他有桶編 到時候所有人去把整個券 交給到這個所謂的一個攤販頭 他就可以去換 可是很多中南部 他是沒有的 那怎麼辦 他就沒有辦法做 所以他就不收券 三倍券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專家學者說的 很多都做了替代性消費 什麼叫替代性消費 我本來就要買 可是我現在就把我買的錢 往後延 或者是我拿三倍券 去做整個所謂的頂替 如果在這當中的話 他就沒有振興到的 一個所謂的規則 例如說我們剛才談論到 所謂的一個旅遊 旅遊是真的有振興到 例如說我本來是 今天我就要買一台家電 我今天拿了三倍券 我一樣延後去買 沒有去增加到 同樣的道理 我今天要去買一些民生用品 他就沒有去增加到 所以如果說很多人 都用三倍券去買雜貨的話 請各位去注意到 你這樣的話 就會非常難得 去來做整個振興經濟的一個動作 這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然後再來 目前政府也已經說了 之前大家才有三倍券之亂 很多人看到背部 那怎麼辦 還要寫名字 還要寫電話 還要寫筒編 還要寫我的帳號 現在已經說了 帳號只要填一次就好了 方便大家來做整個 所謂的一個兌換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很清楚的 他告訴我們 其實之前在做整個 政策推演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都沒有來針對政策 去做所謂的一個沙盤推演 所以他們都沒有預知到問題 這次其實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國內某家非常大的 知名的一個雜誌 他就說 這次花錢紓困2.0跟紓困3.0當中 非常明顯的 都是先射件再化把 不管是董資券也好 農油券也好 客家券也好 大家都是挪用 包括了什麼農業促進基金 什麼運動的 整個所謂的獎勵基金等等的 他先來做挪資 先來做使用 挪資使用的一個過程當中 後面他還發現 這個一來一回當中 怎麼會總透支的一個金額這麼高 這個裡面居然會變透支 是什麼原因 因為很多的錢 他們是一開始的 不然的話就先舉債來用 例如說像農委會 他有農油券 例如說教育部有董資券等等的 我們剛好談 例如說像整個農委會 他有做整個什麼補助 這些很多他沒有預算 沒預算 他沒有預算怎麼樣 先挪資 挪資完之後怎麼辦 挪資完總要還人家 挪資完還人家 所以就是紓困2.0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這些預算 所以他先用挪資的動作 挪資完之後發紓困3.0 所以我們紓困3.0 有很大一部分的錢 會回去到整個這部分 所以總透支的金額 這個目前來算的話 大概是在680億左右 但主計處有說 主計處說有 有些挪資 但是其實挪資的金額 沒有那麼高 目前大家有很多的券 如果你有申請到 拜託各位一定要用 我們看到台灣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出去走走 因為疫情的狀況是紓緩 但到了海邊去 你突然之間發現到 一個黑黑的怪東西 什麼怪異的生物 也爬到了我們的海邊 對 我們有台南市民 到海邊的時候 發現了一坨會動的泥巴 泥巴不會動 對 怎麼那麼恐怖 而且你碰它 它也會流出紫色的汁液 那就恐怖了 那這就可怕了 畫面上我們看到 有沒有 你不要去碰它的話 你會有想到這是生物嗎 不會 看不出來像生物 你都完全看不出來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但是仔細看有沒有 慢慢的在動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 它是海裡的無可蝸牛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海闊魚 或者更可愛的名字叫做海兔 來 你給我看一下這邊 來 還它一點清白 它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怎麼多叉子這麼大 對 其實它是海裡面的軟體動物 而且其實就是因為 它頭上有一對鏽腳 幫它偵測化學物質的鏽腳 然後有人就覺得 它看起來很像這個兔寶寶很可愛 所以把它叫海兔 不過它在分類上 是屬於軟體動物 你會覺得就很像我們剛剛說的 是海裡面的無可蝸牛 會有人把它叫海闊魚 這樣的話 在海裡面的話 它會不會有天敵 它怎麼保護自己 對 它連殼都沒有 人家一殼就把它吃 沒有錯 而且它又不會像章魚這樣會變色 可是它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它在什麼環境吃什麼東西 竟然就會有什麼顏色 所以隨著環境在變化 所以你也可以說 它也是類似那麼一種種 它能夠融入環境當中 所以它吃的食物 如果紅的色素比較多 它就偏紅一點 如果黑的色素比較多 它就偏黑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更厲害 立康你看到這一個 以海藻為食 所以整個海藻的綠色 就到它身上 這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 但是立康你知道 它最厲害的一點是什麼 沒想到藻類能夠 行光合作用的葉綠素 它也能夠把它弄到體內去 而且現在還有科學家提到 它竟然可以行光合作用 真的假的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對不對 下下太陽就飽了 怎麼有這麼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很好奇 這種生物 立康你說 那它到底是公奶母的 顏色來分吧 看不出來對不對 結果沒有 不是 它竟然是雌雄同體 它雌雄同體 所以它跟我們不需要伴侶 對 但是問題就是要 很怪對不對 它雌雄同體 但是它在交配的時候 它要液體受精 也就是說像蚯蚓 或者是像螺 有時候我們偶爾如果有機會看到 福壽螺 它要兩隻搭在一起 然後互相的來交配 但是我們講到 這個海兔它特別的一點是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假設我剛剛講蚯蚓 它會兩隻滑在一起 但是對於闊魚來說 有一些種類也是會兩隻在一起 但是竟然發現有部分的海兔 他們喜歡排整排 排整排 然後第一隻跟第二隻交配 第二隻跟第三隻交配 第三隻跟第四隻交配 第四隻跟第五隻交配 這豈不是像電線在串聯一樣 所以 對 沒有錯 它就會有這一種 連結式的交配方法 所以這是一種 很特殊的交配方式 好 那有時候 它們一串聯會好幾個小時 串聯完之後 接下來就要產卵對不對 立剛我們看一下 它生下來的蛋 這個有點奇怪 這剛有形式 不是蛋 對 排泄物吧 誰的麵條亂丟 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這竟然是蛋 它會有一些特殊的物質 把它串聯在一起 你不要小看這一坨面 這裡面可能有幾萬 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 非常可怕 但是我們還是很好奇 因為其實 大家不要輕看海兔 2000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得主 就是從這個研究來的 他研究神經訊息的傳遞 甚至他還研究 他彼此之間的一些記憶 一些學習 甚至能夠應用到人體 一些阿茲海默症的研究 但是海兔 你看他很可愛 也有很多方法 可是現在氣候變遷 對他的升值 對他的行為 甚至對他的分布 都出現一些影響 可是我們更擔心什麼 更擔心的 在高海拔跟高尾度的地方 氣候變遷的影響更劇烈 例如說我們講到 持續關心的北極 北極一定是冰天雪地 結果沒有想到北極現在 有一個地方 它平常在現在的溫度 應該是5度到8度左右 就是已經是這麼熱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斯瓦巴群島 現在21.7度 這個溫度太高了吧 創他們有史以來最高的溫度 而且比上一次的溫度 是41年前的21.3度 所以其實非常可怕 還破紀錄 對 破紀錄 當然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剛剛播給大家看 很擔心的是有人說 北極熊在100年內會絕種 非常令人擔心 但是如果我們再不注意的話 搞不好我們人可能不至於絕種 可是也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然後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PO出來往這個影片的人 他說這是在伊拉克的路面 然後竟然熱到 這個開始會出現一些可怕的現象 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個烈焰沖天 你不要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受到什麼攻擊 這個是警察跟軍事共用的基地 結果立剛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他沒有受到攻擊 為什麼會這樣子爆炸 而且爆炸的地方是彈藥庫 彈藥庫因為高溫嗎 結果確實是這樣子 這敢不太狠 這個溫度竟然高到 熱到爆炸 對 熱到這個彈藥庫都爆炸 這個令人好好奇 但是接下來這邊 沒有爆炸 彈藥庫看有沒有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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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想說 他們也有泥火山是不是 結果他竟然說 是熱到讓這個地面都沸騰 還有這種事情 你想想看 立剛這麼熱的地面 打蛋下去會不會熟 會 可能會熟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是 來 我們講回來 我們來台灣 這一陣子的話 台北跟台東可能溫度 都輪到40度 結果有人家裡就拿了土雞蛋來 他就想說先把它放在家裡 結果過一段時間之後 聽到小雞啾啾啾啾的聲音 你去看以後 都不用母雞敷 自己就敷出蛋 你這個蛋自己冒出小雞 這個太誇張了吧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他們說 因為你悶在一個地方 溫度高到 竟然就讓它敷出小雞來 等於自然孵化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蛋不是超市買來的 如果是人家養雞的人 直接送你的 如果你又沒有要把它冰在冰箱裡面的話 你千萬用手電筒照一下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許多地方高溫而異常 可是說到大陸的長江的紅風 現在第三波的紅風 又開始在醞釀當中了 因為長江流域的梅雨季 仍然沒有結束 可是現在看著大陸的災 美國應該是幸災樂禍 但其實不然 因為德州現在 也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 這可是衝擊到川普的票倉 長江開始在水患之後 想說好不容易過去 結果又淹了 因為長江又連日暴雨之後 然後恩斯市的箭矢線 他們就暴雨侵襲之後 整個洪水就淹過去之後 太慘了 包括整個水壩上面 小車車就跟扶貧一樣 就這樣被衝走 然後就一路流流流 跟著它的廣路河 一路就流下去 這水流這麼急 而且表示很深的 上面這一台還都是車子 你以為什麼垃圾桶不是 全部小轎車 非常可怕 好 洪水淹下去之後 大家又有人調出以前的畫面 他當時他在畫面說 好漂亮的廣路沿河中間三角洲 結果洪水一來之後 中間三角洲全部淹掉 他旁邊兩側連房子 全部都淹進去之後 真的是非常非常慘 淹了這麼大的水之後 水慢慢的退去 退去之後真的是 滿目倉疑 真的是慘不忍睹 包括什麼 包括很多車子 就像車疊車 整個疊起來 一堆泡水車之外 還有那個什麼大型垃圾桶 直接壓在車上面 像這個整個大型垃圾桶 就壓一小叫車上 車疊車 好 整個滿目倉疑就算了 最痛苦的是民眾 民眾因為大水淹過去之後 沒有乾淨的水可以飲用 就造成什麼 造成大缺水 大停水 大停水四天之後 當局趕快派出水車 來供水 分批淋水 結果淋水的時候 發現民眾大排長龍 拿著桶子在追著水車跑的時候 因為家家戶戶 都沒有乾淨的水源可以使用 這麼多人衝出來那部水車 也不夠用 對 所以就生活非常非常辛苦 這是長江 湖北算是比較上游 下游南京 秦淮河 也發生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因為水換來了 整個秦淮河已經漲到警戒線 而且已經有大洪水的現象了 結果記者就發現 整個秦淮河大壩 怎麼大壩壩體裡面 居然還被工程單位挖空之後 蓋了很多高級的餐廳跟酒壩 等於是你把大壩的肚子挖空 而且往裡面挖空十幾米之後 蓋了很多餐廳 酒吧這些來營業 水漲上來的話 那個壩體根本吃撐不住 那個水的壓力 對 萬一壩體崩潰那怎麼辦 後面整個南京市的這些民眾 該怎麼辦就一追查之後 原來這些是2014年 在蓋壩體的時候 當時工程單位留下來的臨時用訪 照理說可能工程施工使用 施工完畢之後 應該把它填起來對不對 結果沒有從臨時用訪 慢慢擴... 擴到現在這邊 變成了鋼筋混泥土 做的很多酒吧餐廳 到底怎麼樣 裡面是不是有什麼不張 不去 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好 大陸情況很嚴重 美國應該很開心對不對 美國一點都不開心 因為德州現在也遇到了 颶風漢納 漢納清潔德州之後 整個德州東部 很多地方通通大淹水 淹到整個家裡面 小家車也都淹掉了 他們德州州長 還對整個德州32郡 發出了這種算是 颶風的風暴的警告 警告說很危險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為什麼 因為連就是我們美國 美墨邊際是川普大帝 他最棒的政績 美墨高強 美墨高強 結果也被漢納颶風一吹 真的吹倒了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這個颶風的威力 高強一吹就倒 對 連我們川普大帝的 美墨為強的都把它吹倒 你看 多恐怖 好 一般民眾在 開個小轎車在路上 很危險 為什麼 小轎車就算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大的貨櫃連接車 開著之後 就被漢納颶風把它吹倒 還好這個駕駛被救出來了 還好沒有什麼太大大礙 不過看得非常恐怖 這個貨櫃車至少30公噸以上 居然颶風的力量 可以大到把貨櫃車吹倒 你知道多恐怖 好 這整個就是暴風雨當中 最辛苦的就是記者 因為他要連線很多的狀況 這個記者就在連線 這個颶風的情況 在連線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一啪一個 糟糕 不知道從哪邊飛過來 是小鳥還是魚 就被甩到臉上 啪下去之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慘 所以說其實在暴風雨當中 這樣工作真的是滿辛苦 也滿危險的 我們看到在現在這個暑假時刻 可是要注意的 就是在馬路上面了 因為馬路上面常常有一些瘋狂的行為 在城市裡面進行 這些行為萬萬不能行 美國最近有個電影要上映 羅素克羅影帝演的 意思就是說他有怒怒情節 然後遇到有人扒他喇叭 他就要給對方 結果還沒上映 台灣的網民暴動了 首先最好要再講我們台灣的 三寶日常講到三寶 你知不知道 國大高速公路最怕遇到什麼 叫三寶螃蟹車 開到現在中間 大家看中間 有沒有看到有一台三頓半的貨車 剛才閃過了一台螃蟹車 沒想到閃不過第二台 你怎麼同時 大概幾秒鐘就出現兩台 他領先三個車道 你再看一次好不好 來 一開始中間往後看 紅泉泉住有一台B&W 跨越三車道 導致三頓半貨車被他撞 結果呢 我告訴你 這個螃蟹車 這B&W 他跨三個車道 你知道他付出多少代價嗎 危險駕駛 跨越好幾個車道 然後你現在還可能要陪人家 那你說那貨車是不是很衰 你他都講說夠衰 我告訴你 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在 雙黃線有一台藍色的車 雙黃線不能回轉吧 不能 誰說他就回轉 他這樣子要回轉 那他回轉 你要回 頂多違規嘛 他又回不了 他回 好不容易 回 快 這個影片我一定好好講 他創下盤是不是壞掉了 沒有 沒壞 因為你等一下繼續看 他終於回了 回了之後變印象 他發現他立下了 他發現他立下了 你看倒車 倒車撞公車 這裡看 撞了公車再撞一次 然後下來 因為撞到了 下來 下來看 看了 然後拉跑 怎麼又開走了 拉跑之後他又回轉 不然你剛才回轉過來 不是要往右邊走 怎麼又回轉過去 要往左邊走 對 到底該怎麼辦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這段影片 很多人看完就說 這不只是三寶了吧 三寶至尊 三寶極限 三寶之王 好 所以你再回出去看 剛剛我們說的那部電影 為什麼很多人看得很有迴響 心有氣氣焉 不是 這樣的駕駛 你知道他一共違反了多少嗎 一樣危險駕駛 雙網線迴轉 而他還無照 這個人還無照 而且最誇張的是 這個無照的人 他是叫朋友去借車 給他來在馬路上練習 而且後來他闖禍之後 你看到他這個荒誕的行徑之後 他闖禍之後 他走了對不對 汽車逃了 所以他還多了一個 就是肇事逃逸 OK 好 下面還有一段影片 有一台車 這個是三寶也是至尊 這路過不去對不對 沒關係 找朋友幫我柵欄移一下 他就過去了 你這條路可以開車過 難怪很多人開到這種三寶 不錄錄也難 今天你看到我們台灣的股市 看到台積電一枝獨秀的 一路往上衝 許多人都說不得了 我買了台積電真的好棒棒 但像我沒買 那就沒有想太多了 因為現在台積電 一路往上衝刺時 之前大家聽到外資 有人提到說 台積電會上看500 當然當時大家都覺得說 有可能嗎 如果你今天看台灣的股市 發現怎麼面板上面一片綠油油 怎麼收盤的時候 股票還漲了300多點 原來是什麼 原來是台積電它大發威 整個台灣股市700多家 下跌100多家上漲 可是偏偏一家台積電 一家就台股 怎麼說 因為台積電 今天貢獻的台股327點 如果扣掉台積電的貢獻的話 今天台灣的股市 應該是跌43點 所以真的是一人就全部 他想說有買到的都開心 可是沒買到的還是無准 但是坦白講 散戶要買台積電不太容易 大部分都是外資在買 外資大家都看好 怎麼看好 像李洋 李洋之前喊台積電會到500 當時他喊500的時候 大家還在想說 怎麼可能 結果今天都到了424了 好 港商阿里亞特 他之前還喊過1000 他現在說550 但是他其實曾經喊過 喊到1000 就到5年後 可以進到千元俱樂部 麥克蘭他要做530 當時他想說這些外資 說500到底竟然假 結果發現還真的有可能成真 張宗謀去年11月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當世界在不平靜的時候 台積電就會成為 一個地緣車家的必爭之地 也就是說他預言說 未來如果世界的局勢 在動漲的時候 台積電他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都要搶著他 果然美中大戰之後 科技開始 科技開始開打 開打之後美國要台積電過來 日本要台積電過來 大家都要台積電去設廠 台積電其實他有兩個很大敵人 一個是Intel 一個是Sansung 這兩個都是虎視眈眈 對他們兩個而言 台積電都是他們很大的威脅 可是想不到這兩個公司 都被台積電整個打趴了 為什麼 Intel他的整個7奈米計畫 他整個落後 就在上個禮拜 而且他的製造糧率不佳 所以沒辦法 只好把他7奈米外包代工 給台積電 連Intel單都接下來了 而三星其實也很想接 但是三星接不到 為什麼 因為三星 他自己的5奈米糧率 當然也是不是很好 他的3奈米是遙遙無期 所以到底 三星也被台積電追過去了 我們來看 Intel跟台積電的製程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台積電還是輸給Intel的 慢慢的台積電開始不斷追 一直不斷追 從2014年追到現在2020年 Intel還留在10奈米 台積電已經到了年底 可以5奈米量產 6奈米 5奈米加都可以量產 所以我們已經確定贏過Intel了 而且如果照整個台積電 未來規劃的話 它的2奈米製程 可以在2023年 2024年可以量產 也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台積電 未來10年即將是天下無敵 這個天下無敵 10年的榮景非常厲害 可是台積電有一個 非常大的隱憂 因為台積電 它是一個用電量 非常大的一家公司 包括什麼 包括南科有個18號廠 它裡面有個EUV設備 什麼 它是極指外光微影 很難唸 但是這個設備 它的吃電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它這個設備下去之後 它的整個南科用電超過足科 它的用電量今年6月 已經大增了25% 也就是說整個台積電 它的用量會非常的恐怖 怎麼說 現在為止我們台積電 已經用掉了我們台灣的電量 全台電力4.9% 它整個未來增加 注意 是增加的電力用量 會相當於一個核四廠的電量 它光一個廠的用電量 就差不多一個核四廠的發電量了 一個廠的電量 會用到整個一個核四廠 未來台積電預估會佔我們全台 10%的用電 可是依照我們現在政府 它就是廢核然後改綠 這個政策下來 我們的電力如果受阻的話 台積電未來十年天下無敵 會不會被自己的政府自費了武功 電是所有的工業的最重要的一個根本 但是電的不夠造成了台積電的一個危機 可是我們看到台積電現在 屢創新高的這樣子衝這麼高 最重要一點 當然就是它的整個研發的成果 可是我們說到台積電 就要講到台積電的龍潭廠 龍潭廠裡面有一個神秘的51區 那個51區裡面所出來的東西 可了不得 當然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這次Intel巨人的一個 倒下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PC時代的一個過去 PC時代的過去的過程當中 現在每個人都拿手機 每個人你都在把所有的資料 現在沒有人家裡面 在買硬碟了 大家 小朋友的照片 你統統都存在雲端 對 所以伺服器 它也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需求 但是下一個世代的過程當中 還會有新的科資機在發明 我例如說我再舉個例 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一個國家 在2020年到2035年 他們會全部改用電動車 改用完電動車之後 很多特定社區會開始走自駕 走自駕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革命 什麼叫大的革命 過去請司機 大老闆才能請 以後你知道車子坐到門口之後 你就下來 然後就跟車子說乖 去停車 他就自己停到停車場了 每個人都有司機了 每個人都有司機 而且他的交通會更安全 這個是未來的一個世代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台積電今天股價漲到這個地方 可能很多人會說 後面台積電該怎麼辦 一句老話 如果你資金很多 你看好他的一個未來 你還是可以買 如果短線你要做短的 等他拉回再來做布局 但是這次很多人 在談論到台積電的過程當中 他都不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整個 所謂的一個桃園農潭 有一個神秘51區 在那裡面有個51區 這個神秘的51區是什麼 美國的51區裡面 放的叫做軍事 放的叫做很多人傳說的 一個外星人 我們台灣的這個51區是什麼 這個台灣的51區 藏著就是蘋果下一個世代的 必殺武器 那蘋果下一個世代的必殺武器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在練兵了 很多人都以為說 這一次整個 所謂的一個手機爆發大應用 是商業人士 是所謂的一個所謂的科技人士 立剛 其實這次手機大爆發 真正最大的整個來源 是因為婆婆媽媽 怎麼跟婆婆媽媽有關 因為我問你們 家裡面的太太 家裡面的小孩 有沒有在追劇 有 有沒有打電動 有 有沒有現在很多人已經開始 要做書面報告 例如說以前 我們可能考卷寫好了 爸爸媽媽簽名對不對 現在老師是說 你把你的考卷 不管是數學 不管是英文 不管是理化 拍完照之後 傳來給老師 現在通通都這麼做 所以現在的科技 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的科技叫做奢侈品 現在的科技叫做必需品 未來的電視 電視的過程當中 電視那麼大一台 未來5G 對 未來5G的世代 所有的電視通通會改4K 所以第一個 手機要不要省電 要 手機要不要高傳輸 要 手機畫面要不要沒 要沒 所以這個神秘51區 難不成就在做這些東西嗎 他就把蘋果所想要的 蘋果在下一個世代當中 所要的 我要什麼 我現在就是要 第一個 我手機我要盡量便宜 為什麼 過去蘋果手機 是貴鬆鬆的手機 拿到蘋果表示 身分地位的象徵 但是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他價格越走越低 對 他價格為什麼要越走越低 因為蘋果說我也要改型 我為什麼我要改型 我要從現在這個世代 過去拿蘋果手機 叫做身分地位 可是我希望你以後 拿著我的蘋果手機 你會去看電影 你會去看新聞 你會去玩遊戲 你會去看我們家的電視 你會所有的生活當中 所有大大小小都離不開它 所以全家裡的所有家電 跟這支手機都有關聯了 全部都連結在一起 而這裡面真正核心的心臟 誰做的 誰做的 台積電做的 還有就在51區裡面 就在51區裡面 而且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現在很多人都追劇對不對 其實追劇現在4G也夠不錯的 但有時候難免會卡卡 有時候難免畫面 會沒那麼漂亮 未來所謂的一個雲端下載的 電視的一個過程當中 快速的一個傳輸 快速的一個介面 把最好的一個電視劇情 用最快的一個時間 第一個時間轉入到 你的手機上面 由台積電跟普瑞一起來合作 所以目前第二個又綁在一起了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談 未來你一支手機看 你出去撐得到一天嗎 撐不到 撐不到一天 那手機當中最大用的 整個所謂的電 最多用在哪邊 螢幕 螢幕當中如果可以把螢幕 做得又薄 又美 又漂亮 然後本身又是自發光 不要再做背光 又省電了 對 立康林講到重點了 就是省電 誰來做 經電來做 所以神秘51區 邦斗 一邦斗起來 請問你講的又在台積電裡面了 手機要低價 遊戲要增多 服務要好 畫面要美 神秘要戰 這個就是未來51區做的 而這一切一切關鍵的一個技術 未來5到6年的過程當中 除非 除非三星它開出大產能 但是三星有辦法開出大產能嗎 我個人是存疑的 除非Intel開出大產能 Intel現在已經跟台積電鞠躬說 小老弟 對不起 老大哥 我辦不到 他舉牌旗了 我又舉牌旗了 所以這是Intel委外 整個擴大代工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是台積電呈現 整個獨拿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三星會落空 就很簡單 三星我說 他們氣勢很強 我們能夠做代工 做幾片 大概2萬片 Intel說 我們家隨便做出繪圖晶片 跟台積電下單下18萬片 我未來新世代的新的科技 隨便下下去5萬片起跳 你這個2萬片 我三牙縫我都不夠 能夠給誰 當然給台積電 所以現在變成 誰跟台積電能夠拿到訂單 誰就拿到了乙天劍 誰就拿到了屠龍刀 而你拿到了乙天劍屠龍刀 就可以號令天下 甚至於台積電來到這個地方 成為我們的護國神山 不只是經濟 美國未來5年高科技新研發 他們都一直在研發 都要台積電來做 萬一台海發生個什麼 什麼風吹草動 美軍要不要保護 他們最大的資產 當然要互助的最大資產 對 重點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台積電在拚 所謂的一個雙活門 拚雙活門的過程當中 現在在擔心的就是說 因為很多外資之前 發報告是說 因為川普一直在打華為 如果打華為的過程當中 訂單掉了 可是這次大菩薩來了 Intel來了 Intel在擴大委外代工 如果說華為來到這個地方 他就只能乖 為什麼只能乖 現在華為就只能說 我先跟聯發科買好了 聯發科瞬間訂單 他就滿出來了 但他說如果聯發科 真的供應不出來 我可能有一些訂單 要轉到所謂高通的一個手上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發現 聯發科他的市值 正是超過鴻海 聯發科市值超過鴻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為什麼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是高科技 錯 這個是生活 爸爸要用手機做生意 媽媽要靠手機來整個追劇 小朋友要靠手機來交作業 目前所有的任何一個環節 都在手機當中做了一個連結 手機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塊晶片 而晶片製造 只有台積電能夠製造 晶片的核心 由台灣的一個聯發科來做 晶片的一個整個 所謂的一個全部製造起來 由台灣的鴻海來做 你說我們台灣科技島的地位 未來的地位 這個地方重不重要 中美之間的這樣的一個 從外交戰 逐漸的這樣白熱化之時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 先是關了這個總理事館 關完總理事館之後 再來你今天可以注意到的就是 美國對於習近平的稱呼的名稱 開始把它降級了 因為我主要就是要把你貶低 那第三步驟呢 那當然就是南海的軍事 我用強烈的軍事來壓制你 但中國大陸吃這一套嗎 是 現在看起來 不管是經濟也好 外交也好 甚至戰爭武器也好 好像中美在各個領域 都在別瞄頭 比如說之前他限定 你72個小時之前 你休斯頓總理事館給我關閉 你們全部給我走人 那中國大陸當初還很強硬 他的總理事館說 我不理你 我不想走人 所以美國老也不客氣 從後門直接本來想要 直接把門撞破 就等於把你破門而入了 當然中國大陸這邊也不堪示弱 馬上又說既然你要這樣來 那我們就來玩 成都領事館你也給我走人吧 結果發現他們運出來了 幾十袋的這樣的 大黑色塑膠袋 然後裡頭有掉出來一些 你看滿滿的 草叢旁邊全部都是垃圾袋 然後據說裡頭都是一些 被碎紙機碎過的這些文件 那當然他們其他一些機密 他們拍誰騷 是 可是只有這樣子嗎 其實現在連一些宣傳名詞上面 大家也開始在作戰 比如說美國國家戰略報告 其實之前就開始 以頭號敵人 頭號競爭者 來形容大陸了 最近更奇怪的一個現象出現 以前他都叫他中國 現在不是 現在叫中共 這個有特別的涵義在 好像我今天 我是把你中共當作我的敵人 而是把中國當我的敵人 把他跟中國一般人民分開 做這樣的一個方式 實際上連蓬佩奧最近的動作 也是一樣 蓬佩奧最近的動作 他以前都叫習近平 叫做習主席 現在變成總書記 我稱你的黨職 不稱你國家的職位 好像這一切鬥爭 都是針對共產黨而來的 甚至現在還有一些 比較大膽的預測說 現在要去對付共產黨這個策略 已經獲得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 他們會進一步採取行動 可是與此同時 美軍最近在接近中國大陸這邊 好像動作頻頻 7月26號這一天大舉出動 你知道P8A EP31 然後E8C跟EP31電針機 全部都出來了 最近的距離 距離浙江福建領海 只有76.48 越來越接近 這是最近這一陣子 最接近的一段時刻 而且他不斷的就在這一帶巡視 所以顯然 對大陸形成了部分的壓力 有人說解放軍就會讓美國 這樣親門踏戶都沒有做任何反應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解放軍最近這一陣子 從7月一路到8月初 要進行一個大規模的軍演 在哪裡 就在雷州伴侬這一戰 還有雷州伴侬這一代以西海域 解放軍實彈軍演 這個實彈軍演動員數十架軍機 然後發射了數千發炮彈 各式的炮彈 真的非常猛 在這地方規模辦的 這麼大的軍演 他實際上警告 這幾天我們要實行軍演 所以你所有的漁船 這些民船 民間的船隻 全部不要給我出來 所以他化出了演習區域 誰接近後果自負 也就是說因為我這是實彈演習 我覺得你絕對不要小看 你被打中那是你自己倒楣 所以這也表示解放軍隊 在擔心什麼 他在擔心他南部的防禦 是不是有缺陷 會被美軍趁虛而入 因為之前大家不要忘記 之前就是在海南島這個地方 發現發生軍機碰撞的事件 那是2001年的事情 所以他現在也要加強 這一代防護 因為他預期美國未來 會不斷的從南海這邊 不斷的向這邊突入 所以我要加強在這個地方 的防禦力量 然後讓你沒有任何機會 可以侵入我 實際上最近有一個消息 昆龍AG600這個兩機 就是水陸兩用機 他現在已經快要成軍了 如果成軍了之後 未來因為他的作戰範圍 5500公里 作戰範圍這麼大 所以整個南海 其實都在他的控制範圍當中 他可以幹什麼 他可以快速的運貨物 運彈藥 運人員 而且他又可以水上之後 進行起降 所以他可以直接支援 從頭到尾在這邊好幾個離島 甚至進行跳島攻擊作戰 所以昆龍這個AG600 現在引起很多國的關注 另外有一個讓大家關注的重點 就是07627攻擊艦 這個07627攻擊艦 是他07527攻擊艦的更進一步 都會完全放大 放大到差不多4萬多對以上 有人預期說 他上面是不是會搭載電池彈射器 甚至有人說 從他的模型裡頭 已經看出來有電池攔截所 在這個地方了 那表示未來 可能會直接用電池彈射 在這邊直接做常規起降機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有人預期他上面 可能可以搭載殲15 甚至其他的攻擊機 甚至有人說 他可以一次搭載70架以上的無人機 那數量很多 在整個南海範圍進行攻擊 所以這兩大利器如果成軍的話 對南海這邊 美軍也會構成一定程度的壓力 尤其第一島鏈 美軍所有的防護 都是在他幾個小時之內 就可以直接趕到了一個地方 所以雙方這樣互別苗頭 這樣下去 看起來情況會越來越不樂觀 中美之間的劍拔怒張 在南海這個區塊 你不要覺得 我們還置身於世外 因為距離我們已經非常的近了 而且大家如果有注意新聞的話 你會注意到在上個禮拜四的晚上的時候 我們的空軍基地裡面的戰機 都做了緊急起飛的動作 從北到南的所有空軍基地 一直都在半夜起飛 許多住在附近的居民都覺得 半夜怎麼那麼吵 飛機一直在進行起降 因為中國大陸的飛機 飛到了我們附近的這個空域了 所以整個起降的動作 一直持續到週五的清晨 這也代表什麼意思 這也代表了說 現在這個時候 南海的局勢鬼決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置身於世外 但有人就說到 八月可能有大事 但如果八月真的出大事的話 那豈不是我們真的沒辦法脫身 想想看 台灣可是已經平靜了 有五十年的時間 這個時候 捲入這風雲當中是好嗎 所以馬力港我們要的是和平 不是不明不白 夾在美中之間被犧牲 你知道嗎 現在美國他就是吃了襯托鐵了心 川普的計謀很簡單 你台灣就是一把很好用的小刀 我一直去刺那個被矮化的習近平 一個被 一直刺… 好好用的一顆棋子 你知道嗎 最近美國跟澳洲這一兩天 他開一個部長會議 美其民說 我們要討論印太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 比消我長的趨勢 然後澳洲就講了 他說你曉得嗎 大陸利用他們的經濟誘惑 然後跟這一些 美 印太的這些小國來建交 讓我們台灣的邦交國變少了 你澳洲竟然 蠻老實想的都是為了我們 所以你跟美國開會 你現在開會 開這個部長會議 是為了我們的邦交國 在捍衛我們的邦交國嗎 才怪 你根本其實還是想的就是 你跟美國能不能夠 在印太地區當老大 取得利益 對啊 好啦 這一直把台灣推向火線 那很簡單 背後到底是誰是這筷子手 就畫面中這個人 蓬佩奧 你知道嗎 美國國際的蓬佩奧 他前陣子在演說的時候 他兩度提到了台灣 第一個他講到 他說這個台灣 因為我們前陣子都 大陸的大外宣 讓美國一時之間 有點被蒙蔽了眼睛 所以就邊緣化了台灣 台灣這個老朋友 結果我們美國現在付出了代價 聽起來很感人 很感人 對 另外他又講到 他說美國有很多的企業 為了要迎合大陸 拍大陸的馬屁 所以他們就把台灣的自己 給拿掉了 這個真的是 也讓台灣真的很委屈 你這樣講 坦白講我們聽的時候 覺得你真的是很在在 我們這邊想對不對 可是不對 大家有沒有想過 蓬佩奧之所以會這麼說 他就是要把你當成一個劍拔 來試試大陸的手腳 有目的的 你凡事都是把台灣擋在最前面 然後來看看大陸的底線 跟大陸的反應是什麼 結果看到蓬佩奧這麼說 兩個議員也跟著幫槍 其中有一個議員 他就講 他說現在的休斯頓 剛好把大陸的領事館給趕走了 就不控制位置了嗎 控制位置剛好就給台灣了 然後真的嗎 這有什麼好的事情嗎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你真的出來刷存在 而且還顯示你的無知 為什麼 美國跟我們中華民國斷交 不承認我們的是你 那是他先重手的 然後現在你跟大陸鬧得不敢開交 你正想要拿一個痛點給大陸 讓大陸痛的時候 你就想到說控個位置給我們 好 再來有另外一個議員 他受訪的時候 他還一本正經的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講 他說你先去看那個香港 香港的港版國安法 大陸怎麼對香港 將來就怎麼對台灣 廢話還要你說我也知道 他說這就是一個 大陸對台灣未來的藍圖 然後他就開始一分填膺的講 他說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們絕對不會放任大陸這麼做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會嚴懲大陸 到時候我們不排除跟台灣建交 我想講的是 你這到底是嚴懲大陸 還是在嚴懲台灣 你到時候如果真的跟台灣說 你要建交 你不過又是想要吃大陸的痛點 而建交 可是倒楣的是 這一定開戰 這不是我們在 我們講的危言聳聽 你想想大陸的官媒 這甚至已經在講了 他說川普有兩個計謀 一個就在南海小打小鬧 跳起美國民主主義 第二個有可能到時候 他就真的跟台灣建交 可是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天 大陸的官媒就講 他說這就是宣戰 那宣戰打誰 是先打你美國 當然打我們台灣 但是打我們 怎麼說 我告訴你 現在煙硝味不是只有味 是真的來了 上禮拜四 剛剛我接著寒冰來講 剛剛寒冰提到了 美國一天 上禮拜四 五機連發 這我就不多說了 好 結果這麼巧 當天的晚上 立剛你先看 晚上七點多 結果共機的戰機 就起飛了 這是夜間 還要半夜 半夜的1點半到1點 1點29分到1點30分 也起飛了 進入了我們西南方的 防空識別區 當然 我們台灣的空軍 就是依照慣例廣播驅離 這個是軍事迷他所公布的 那軍方怎麼說 軍方不承認也不否認 可是你曉得嗎 我看板上面所畫的 花蓮空軍基地 台南空軍基地 嘉義空軍基地 台中空軍基地 都有人募集戰機起飛 包括F16 包括IDF 進行夜間起飛 緊急起飛動作了 緊急起飛 其中花蓮甚至有民眾 在網路上面 大家都在講 說本來他在睡覺 被嚇醒 因為那個戰機起飛 跟降落的聲音 你以為那個後燃氣聲音 非常大聲的 可是他們嚇到的點在哪 他說會不會是出事了 我跟各位講 今天他為什麼要在半夜起飛 就我講的是共軍的戰機 為何要在半夜起飛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禮拜我們曾經講過 說大陸的官媒已經講了 解放軍8月要在南海實施軍演 他設定的就是躲島 躲什麼島 假想目標 洞沙島 而洞沙島就是西南方海域 台灣到時候空軍要去救的時候 必經之地就是西南方空運 而西南方的這個環空識別區 你現在就這時候進來 又在夜間 這不明擺著 就是在做夜間躲島的暖身嗎 所以我最後想講一件事 我們一樣的是和平 我們絕對不可以 在美中角力戰之間 莫名其妙的錯判形勢 莫名其妙成為被犧牲的那個棋子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南海局勢的詭證 但是很多的這些步驟 其實怎麼算計 川普他在算計的就是一件事情 三個月後的總統大選 川普要怎麼能夠連任下去 現在美國的疫情非常嚴重之時 如果說不找出一些點來激發 美國人的民族情緒的話 川普想連任成功 難上加難了 上個禮拜 我們來做沙盤推演的過程當中 我們談論到川普有三招 第一個 雙方先關一間領事館 關一間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又不能不太重要的 所以美國關了整個所謂的休斯頓 那中國的部分的話 他就關了成都 可是關下去的過程當中 現在這一招看起來有點笑 他看起來有點笑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次中國真的是很高規的 來去關成都這個領事館 他一開始關的過程當中 他們居然為了要激發起 他們的民族情緒 他做現場直播 做現場直播本來會說 就看疫情警察在那邊晃來晃去 看到整個武警 把整個區域包圍會有多少人看 2000萬人 這樣子影片就2000萬人看 這樣子影片2000萬人 然後包圍起來之後 在最後一頁的過程當中 中國是真的有準備 他們一開始就想說 他們會不會美國也往我們 在整個所謂的休斯頓那一套 所以他們把起重機也調來了 把整個所謂的警車 全部團團的坐包圍起來 結果當天有人娶媳婦 不小心就放了一排鞭炮 鞭炮丟出去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警察通通衝出來 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我們當地人 在整個放鞭炮來 學得有點糗 但是還是要稍微處理一下 所以這個娶媳婦的人家 就稍微的把他們帶回去 問一點話 罰了一點錢 象徵性的 對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雙方這個壯點越來越大了 上個禮拜我們跟各位做 沙盤推演的過程當中 我們跟各位談得很清楚 我們說第一個 如果雙方關領事館 可以讓整個所謂的選舉差距 差一點點 再來等的是什麼 再來等的就是面對面 總統對總統之間 直接直球對決 電視面論有三場 然後目前川普 我們可以看到他那個競選畫面 其實滿屌囊當的 川普一直說我記憶力很好 我記得住東西 我不像某人 他沒有講拜登的 我不像某些人 說話每次常常都出錯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次雙方在整個互相做整個爭執的過程當中 經濟學人他目前已經說了 他說什麼 拜登 因為經濟學人是比較穩健的 他不像很多的那些 所謂的一個報商媒體 他會每天跳數字 他說目前拜登穩定領先大概9% 但是領先9%的過程當中 請各位注意 搖擺州是重點 所以包括像密西根州 明尼蘇達州 賓州等等 這個是重點區 但是川普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川普一直很洋洋得意說 我的記憶力很好的過程當中 其實美國有38%的選民認為 拜登他其實是有實質證的 拜登已經78歲了 來到這個地方 美國人能夠容許說 我以後有一個總統78歲 然後過了4年之後 他82歲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他說話已經在流汗電 已經在電電動動 美國人沒辦法接受的 對 這個也是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對 全世界現在壓力最大的兩個男人 一個是川普 另外一個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目前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 內有狼 外有虎 又有經濟 又有外交 又有貿易 甚至於連軍事來到這個地方 都有一點在做整個 所謂的打偏球插班走火 我們來看 這一間廟 是安徽非常出名的 他叫做中廟寺 中廟寺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湖中島 變成是一個湖中 那邊跟戰艦一樣 700年的一個老廟 來到這個地方大水一沖 沖過來的過程當中 真的能夠700年也相對厲害 他就在這個地方 還站得穩穩的 可是感覺就好像在 汪洋中的一片片舟 對 好孤單 大家要去想 他一個寺廟站在那個地方 旁邊過去那個是 出名的觀光區 房子 車子 通通都不見了 目前大陸已經遇到了 這麼嚴謹的一個狀況 連整個安徽人來到這個地方 當他們聽到說 犧牲20萬人保1億人 犧牲安徽保住湖北保住江蘇 他們聽了心中有多痛 結果他們在這麼痛的過程當中 情懷河畔楊家裕的大提出大事了 為什麼 提防立剛從這邊看過去是正常的 到了另外一面 看過去怎麼樣 他挖了一個12米長 3米寬 3米深 然後他就直接在裡面 我們鏡頭可以拉近一點 他就做裝潢 請各位注意 提防做裝潢 上面是提防 從另外一邊看過來是正常的 但是這些店 他就直接往內挖 12米的寬 高3米 內深3米 我的提防本來可能厚度是24米 被你挖掉12米 我只設12米的厚度可以防這個水 居然來到這個時間點 還有這些商人 還在這邊搞這種所謂的違法經營 你說這些所謂的大陸這些災民們 氣不氣 氣 然後後面那個部分的話 最近美國軍機常常做這種事情 他怎麼樣 90度俯衝 沿路這樣殺進來 殺進來到很近的很近很近 通常會到非常近的時間點 然後直接90度轉彎脫離 然後通常來的電收機 有時候會有加油機 當初出現加油機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就說 哪有人加油機在單獨作戰的 一定還有另外一台飛機伴隨 會不會是沒抓到 但沒關係 現在最大的是 雙方現在都在做整個 所有一個點火跟客製當中 對美國來說 他想要去刺激他 如果真的有一點小摩擦 川普搞不好有希望 而中國的部分的話 他們是極度的在忍耐 聽說當飛機接近不見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雷達 所有的無線電 都保持靜默 他們也不希望數次被抓走 參數不要讓你抓到 沒錯 所以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全世界壓力最大的 川普跟習近平來到這個地方 正面對決 後面會怎麼看 我們持續追蹤下去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的 這個時候的局勢的軌決之下 我們之前都認為說 真正全球最有可能發生火要庫的地方 就在那朝鮮半島 但看來局勢整個都轉變了 八月份會有大事 看起來這八月事情真的不太妙 美國現在這個時候 派了這麼多的電蒸機 還有包含了反檢機 飛往南海之時 其實很多事情看似起來 就要一觸即發了 但這也代表一件事情 美國人每次想搞區域型戰爭支持 都會有些棋手勢 我們來先看這張圖 這張圖我只是把主要的主戰飛機 把它通通標示出來 各位曉不曉得 中國大陸它最怕的是兩種飛機 一個是18C 一個是RC-135 因為只要RC-135跟18C出現 就是代表這個是戰爭起手勢 為什麼 我們看兩次海灣戰爭 18C它去偵測 伊拉克的導彈發射車跟裝甲部隊 那這些偵測它馬上通知後方 通知後方 那美國就馬上派其他的飛機 先行摧毀雷達戰 然後開始進攻裝甲部隊 跟它導彈發射車 因為把你眼鏡打蝦 你就沒有作戰能力了 對 所以中國大陸 它最忌諱的是RC-135 跟18C 為什麼它要飛到福建這個地方 因為從空罩底下看來 中國大陸潛艦部隊有難餘的現象 它對於美艦進出東海 或者巴士海峽 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第二個 大家認為東沙島會不會發生戰爭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 中國大陸不必舉行軍事演習 就可以馬上把東沙島封得死死的 為什麼 東沙島距離中國大陸315公里到260公里之間 那中國大陸的英級12 英級18 可以完全把東沙島封在裡面 讓你一艘船艦你都出不來 還有它的戰機只要起飛的話 它要進出巴士海峽 它起飛 全部都經過的上空了 就在上空 對 所以讓你 讓你東沙群島 東沙島 你毫無還擊能力 美國曾經暗示台灣 可以放棄太平 但是你不能放棄東沙 為什麼不能放棄東沙 各位看一下 巴士海峽 台灣海峽 南海 還有東 還有東南亞所有的航道 你說都會經過東沙 都要 東沙它要提供航空氣象等等那些的 大家通通都忘了 其實東沙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美軍在越戰期間 跟第一島鏈 他為什麼一直要求台灣要強化 東沙島的防備的原因 是在這個地方 一支毛筆你覺得能做什麼事情 一支毛筆當然就是寫書法 但是有人說一支毛筆可以打天下 毛筆怎麼打天下 金庸小說神雕俠裡 的確有人這麼做 豬子柳 我們曉得他的判官被硬拿起來 然後在空中橫梳斜勾 馬上你看 好像在寫字 NO 他馬上就能夠把蒙古王子 霍都給擊傷 靠的是什麼 每個鼻風都是指指你的 人生大穴 不過這是小說 這電影 對啊 現實生活中 不可能 竟然有人讓我們大開眼界 真的嗎 就一個前陣子 說有一個穿著白袍 自稱武術高手的 在一場正式的比賽當中 你看他煞有其事 併氣凝神 仿足那種 一不變 硬萬變的那種沉穩 我們就在開一根轉身 毛筆這樣輕輕一點 而且還點得有一點柔 很陰柔的感覺 甩啊甩啊 好 各位 這一段畫面我先聲明 是正式的比賽 但是這個人看起來 好像有點不太震驚 對 這是事實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 來 毛筆 他根本甚至也沒有用 剛剛像這個豬子柳的點穴 可是似乎只要經過他身邊 都會被他一股無形的力道 讓這四個標形大汗 你看毛筆一揮沒有揮到 但就倒了 太強了 等一下 點你 他就倒了 這個手有接觸到 但好像五連鞭 他就倒了 來 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邊 你是不是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又是一個騙子 對 對不對 又是一個武術假大師 怎麼可能會那個樣子 不過他後來被起底了 他的確就是要來嘲諷 我們剛剛所說的武術假大師 他其實是個喜劇演員 他叫何維越 他剛剛那麼做 你看得出來演的成分多 他其實就是要諷刺我們所說的 比方說像前一陣子 很多自稱武術大師 那為何不堪一擊呢 閃電五連鞭馬寶國 為什麼後來在幾秒幾分鐘之內 就被KO呢 不過剛剛那個喜劇演員何維這麼做 有惹怒了一些人 他的嘲諷惹怒一些人 後來就找公安去調查他 原因是什麼 借口是什麼 什麼借口 這是正式比賽 你怎麼可以這樣搞 人家就是要諷刺 不管 但毛筆 這好像慢了點吧 題材武功 微快不破 對吧 葉問 葉問的永春 厲害的就在於 像機關槍一樣的出拳 讓對方無暇接招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這全世界 納入金氏世界紀錄 最快出快拳的 竟然是老外 而且這個老外呢 是斯洛伐克 來 這個人 還有圖魯索夫 我們就來看看 他有沒有辦法打出 比泳拳還快 來 看得出來有在計時 你看他的每一拳 他這樣子打 是不能夠投這麼薄的 對 就是你必須每一拳 都必須手臂要伸展出去 打到了那個小沙包之後 再縮回來 回到遠點之後 再打出去 這才叫一拳 是 觀眾朋友 這個一分鐘的時間 我就讓他跑完 因為他這樣的紀錄 還真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 你看一下他打了幾拳 你應該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太快了 我公布答案 322拳 破了金氏世界紀錄 而且不能偷吃薄 你知道嗎 他6歲開始習武 而且他專練空手套 結果他現在19年的武術生涯 讓他25歲有這樣不凡的成績 但講到比快 還有另外一個不比拳 比反應 叫反應快 李小龍的結權道大弟子 之一 牟村光 他年紀也很輕 他才20多歲而已 他擅長的是什麼 你看一下 他年輕 所以他在絕拳道這方面的心得 就是讓他的動作看起來 因為反應而乾淨俐落 無堅不破 那他對上的對手是誰 安東尼一個老外 這個安東尼有反應大師的綽號 他如何反應呢 大家看一下 時速100公里的網球 丟過來 他躲過 然後他還可以跟主持人說 這個我5秒內 開合手掌65次 主持人不相信他做給他看 真的是嚇到了 5秒開合手掌65次 接下來他又跟主持人講 我放一個硬幣在你的手上 然後你把它握住 結果主持人要握的那一瞬間 大家看 來 放你手上 你現在把它握住 但我要在你握的那一瞬間 把你的錢拿過來 而且再放另外一個錢下去 最好是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握住才那麼短短 不到一秒的時間 眼見為憑 來 他現在開始 來 你準備了 要握了沒 握 結果大家看 驚訝的眼神 因為就是他已經把他錢拿走 他又放了錢進去 拖天換日 這麼快的速度 話不囉嗦 馬上牧春光和安東尼就PK 誰反應快 比什麼 比8公尺外射骨來一隻劍 時速100公里 你必須要把他接住 看誰接得多 結果一開始 安東尼連三箭都沒接到 那不行了 老了 來 但是你錯了 寶刀未老 前面在暖身 這三箭沒接到 但他抓到了那個tempo 抓到了那個節奏 接下來他箭無需接 每箭都接到 箭飛過去速度這麼快 他一下就接住了 你看 這在回對比 剛剛他能夠偷天換日硬幣 再加上5秒開合手掌65 是跟躲時速100公里網球 還真的飛浪得虛名 那牧春光呢 剛剛他 安東尼是23箭 我們來看 射 接位 他一開始就表現得這麼好 那我看可能會贏了 安東尼這位大爺 沒有 他後來後繼乏力 所以他前面很厲害 但後面的反應漸漸降低 只接了22箭 輸給安東尼一箭 不過我告訴各位 牧春光他只練了一個月 所以他是 他已經很厲害了 力思抱無角 我覺得其實兩個都厲害 在海洋當中裡面 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生物 但是這些生物來說 他們都會有一個固定的 生活的習慣 跟他們的作息行為 可是最近就發現怪了 海裡面的某種生物 他怎麼行為舉止 跟以前的團體行動 不太一樣了 對 有時候我們在海邊 能夠看到一些水生生物 我們會很高興 特別是什麼 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這個太壯觀了吧 這也太多了吧 對 這也太多了吧 一般的話 海豚會成群出現沒有錯 可是這一次 在加州看到的也太多了 當然海豚他在一邊有一邊 這樣跳有很多說法 可能是跳上水面之後 阻力會下降 但是有人說 他們這些海群 這一群海豚好像是在玩 所以其實展現很有趣 但是可能是一些高智商 這麼多的數量一起玩 對 非常有趣對不對 另外的話 好 剛剛是一大堆 接下來沒有 接下來只有一隻 在哪邊 在澳洲的沙灘上 躺了一隻海怪 來 你仔細看 後面人當比例尺 很大隻 但是這個海怪恐怖在哪裡 只有頭 沒有身體 身體到哪裡去了 但是你也不要找 身體到哪裡去了 它就是長這樣 結果 來 有沒有人看得出來 這竟然是一隻翻車魚 沒事怎麼會擱淺在這邊 而且死掉了 但是大家知道嗎 網路上有很多人 很關心這種 看起來呆萌呆萌的動物 竟然有說 一萬種翻車魚的死法 首先有人說 因為牠在曬太陽 曬一曬不小心就被曬死了 然後接下來 海水的鹽分在牠身上 有了斑點 然後牠就難過 就死掉了 然後另外的話 有氣泡弄到牠的眼睛 牠眼睛不舒服 然後就死掉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游泳的時候害怕對面的大魚 或海龜會撞到牠 然後牠就死掉了 然後接下來隔壁的小魚死掉 牠太上線 牠也跟著死掉了 這個聽了 幫牠搶了這麼多死法 這聽了也太誇張了吧 對啊 我跟大家報告 所有的生物能夠經過天則的掏襲 活到現在 都不是等閒之輩 而且大家知道嗎 長到一隻翻車魚 像我們後面上播給大家看的 最沒辦法10年20年 10年20年 一隻能夠活10年20年的生物 有那麼多愁善感到容易死掉嗎 對 牠不會那麼脆弱的 其實沒有 所以不用替牠擔心 牠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人 有意無意對牠造成的傷害 不然其實沒事 接下來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台灣 我們看到南島民間 守天宮這邊 那在昨天地震之前 摔出來有看到嗎 有 一枚這麼大枚 六十公分有兩竅 大家可能就想說 這我們知道了 這五月這麼過而已 這應該是什麼 這應該是帝雅公爪 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們那邊其實非常有名 在端午節的時候 會有蛇出來拜廟對不對 大家就覺得 是不是這樣子 結果沒有 仔細一看 這應該是蛇 真的要拜託給好不好 不是蛇 蚯蚓 蚯蚓 六十公分 我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偶爾一些課程 要解播蚯蚓 我們盡量去挖大隻的 沒有挖到 因為蚯蚓不會看到這麼大隻的 可能我的眼鏡還是不夠 我沒有挖到這麼大隻的過 所以六十公分 真的很大隻 但是也不是只有 在這個陸地上而已 接下來有人說 地震之前的話 在日月潭那邊 有人竟然就發現 這個水面變得混濁了 然後接下來有很多魚 看起來可能是台灣雕 五鍋魚之類的 然後就浮到水面來 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是不是 是 他感受到地的震動嗎 還是怎麼回事 當然也有人說 或許我們想太多了 因為日月潭本來就是有一點 半人工 半天然的 所以或許有一點進水放水 什麼原因去驚擾到他們 也不一定 但是接下來的這個照片 一直還真找不出原因是什麼 沒想到台北的山上 竟然有鯉魚 而且是綠色的 來 立剛能不能看起來 在那一邊 大家就想說 他是怎樣 他是鯉魚越龍門 越到一半卡住了 所以變成這樣 能不能看起來 身上那個鯉魚的模樣 是鯉魚 看那個臉 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我們資深的長輩知道 但以前有在台地公的時候 豬公大家都知道 嘴巴咬一顆鳳梨對不對 有沒有人知道 其實有一些豬公 下面會釣著一隻鯉魚活的 在他鼻孔貼一點獅子 他活的會活很久 但是也沒那麼誇張吧 剛剛那是在山上 結果有沒有各位觀眾們 看出來剛剛那個到底是什麼 好像看起來不太像鯉魚了 其實不是鯉魚 不是鯉魚怎麼可能在山上 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是中獅 只是他的這個角度 跟他這個很特殊 有沒有這一隻就像了 就是紡織娘 就是紡織娘 所以其實 他剛剛那個角度跟照片 看起來真的很夢幻 你真的一時會覺得 趁那間以為是鯉魚 還真滿像的 另外接下來這個的話 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打怪 打過勇者鬥二龍 有沒有史萊姆 那種很特殊的會變形的怪 對不對 有人在台南海邊抓到 有沒有看見 史萊姆真的出現大理 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坨泥巴 我騙你而已 沒有 你仔細看他在動 他會動 他是活的 而且你不要欺負他 他會反擊 他會流出紫色的液體來 非常的可怕 結果這是海兔 當然他在海裡面其實很可愛 而且他有一雙的繡腳 大家覺得好像是這個兔子的耳朵 所以就把它叫做這個海兔 但是大家知道嗎 他是雌雄同體的動物 他要交配的 可是聽得很怪 雌雄同體幹嘛交配 那就不需要了 自己來不就好了嗎 結果沒有 他其實要液體受精 而且在受精的過程當中 他會特化出交接器來 然後交接器把精子 送到對方的體內去 但是他們科學家 最近竟然有人發現 他的這個交接器 竟然是一次性使用的 還可以拋棄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是 對 他其實就會脫落 然後接下來這樣長出新的來 所以沒想到你在海邊 拿到一坨泥巴會動 他竟然還有這麼多的奧秘在身上 我們說到人 常常有時候因為某些事情 而打賭 而且你甚至會發誓 但是有時候有些發誓的事情 千萬不要說 因為說錯的話 總是對你自己不好 是 最近高雄市長候選李梅貞 因為他的論文事件 鬧得滿城風雨 結果他的婆婆 就跳出來挺他了 李梅貞的婆婆跳出來挺他 可是挺得很怪 他說李梅貞是個寶 我若說假話 胸部會變小 這到底在說什麼 你胸部變小 好像跟別人沒什麼關係吧 當然有人聽了就很不高興了 比如說台北市議員黃玉芬 他在講說 作為一個胸部小的女性 我真的不能了解 胸部小到底愛找誰 這種說法無疑是 再一次烏化女性 赤裸裸的歧視 赤裸裸的惡意 我必須說也許這個 李梅貞的婆婆只是想要表達出 我真的沒有說謊 可是問題是 這個比喻實在太怪異了 而且你越是這樣搞 我覺得李梅貞 現在已經不只是一個寶 快被你弄成火寶了 你知道 所以真的不要再做這種 很奇怪的比喻了 可是李梅貞這個事件 意外引出另外一個很奇怪的案件 什麼案件 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雷震如事件 這個人家會覺得奇怪 李梅貞的論文跟雷震如 到底有什麼關係 應該沒什麼關係 因為現在李梅貞是被指控 他的論文是抄襲雷震如的 可是抱歉 此雷震如非當年這個雷震如 不同的 是同名同姓 也不是同一個人 那雷震如當年1994年 到底又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雷震如是職場外科名醫 雷子文的兒子 他從台北醫學院畢業之後 就直接去部隊服役 因為他是工衛系的 然後去服役的時候 就到飛彈指揮部 他9月19號入伍 9月19號入伍 9月19號入伍 你要知道 其實當年的名醫 背景什麼關係都不錯 那到飛指部 好單位 應該是好單位 是有關係 特別派進去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 他進去45天 居然就死在軍隊以後 這就怪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事情就在11月3號 當時他突然打電話回家 他跟他父親講說 你要趕快來救我 因為我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陸博士可能會把我幹掉 所以你要趕快偷關係 趕快把我調離飛指部 結果他爸爸雷子文 聽到他非常緊張 趕快打電話 給三軍大學的郭政 郭政後來升中將 那郭政就趕快去聯繫了 飛指部 那飛指部的副指揮官 就還指示說 那現在就安排他休假好了 就讓他不要在部隊裡頭 可是你知道嗎 這樣安排下去 照你來講應該沒事了 是啊 結果雷子文趕到部隊的時候 他兒子居然被判定親生 死亡 這就怪了 你知道他親生死亡 更怪的就是 他在廁所裡頭 用黑鯊腰帶 然後把自己綁住 然後親生 可是你知道他身高175 他綁住距離地面才160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這樣是要怎麼親生 那當時你知道雷子文 還自己親自把他兒子急救 可是沒救回來 到第二天確認死亡 然後當時還找了日本的法醫 博春真一 然後我們台灣很有名的法醫 楊日松 還有方忠明是法醫中心的主任 方忠明 結果博春真一認為應該是他殺 楊日松不排除他殺 可是方忠明認為說 誰如果認為是他殺 誰相信日本法醫講的 那就是上權辱國 那個時候就說是上權辱國 這個會不會太誇張 這是法醫醫學講證據 怎麼會跟上權辱國有關 要跟事實為證 到最後就以他的意見為意見 判定雷正如是親生的 那雷子文一直為這個事情抗爭 但是三年之後 因為始終無法抗爭 後來也自焚而死 所以到現在 這都還是一個疑案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旅遊的大爆發 如果你到了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去 你到河灣山附近 你會發現到車子滿滿的 但你停車有時候 也要有點停好不好 這個停車找停車位 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結果有人到河灣山去 車子就停了 結果他又走的時候發現 他的車子從後面被擋住了 停車忙啊忙啊 等啊等啊 等不到車子來開車啊 現在是不會這樣做 那不能下山 就找警察來一下 警察找到車主了 就很像車主講什麼 怎麼 我在爬騎來山明天才能下 我知道騎來去了 哪有這種事 結果他就找有人找他 帶他下山隔天再來 再來以後果然他從騎來山下來 對不對 一定覺得很不好意思對不對 結果 結果好像大家火氣都很大 來畫面上就是PO出來的 結果他就說 我停車有什麼不對 我停車有什麼不對 你是在招牌什麼 你在囂張什麼 車主的車被卡在你的車裡面 我看這個影片 我看得都心驚膽戰 我都覺得天啊 這個會不會打起來 當然後來看起來 是沒有打起來 可是雙方的火氣都很大 所以其實我們告訴大家 停車位難找 不管是市區還是山上 但是讓一讓 大家都好過